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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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我現在開始想看的請大家起立 請大家請誰 大家好 大家午安 現在要到 今天是第二天的苦 所以說 我想大家 可能也有食材 經過兩天 應該十個都住在這裡 會拜五來吧 尤其 我們都是同心的 我們的理念都差不多接近 所以 可以住在這裡 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尤其今天 台灣 我們的臺灣 烏煙瘴 人家說 台中在那裡 概念 國民黨 國民黨要去開中心會 說概念 對 有那個感光的高速的頂頭 警察特別多 我們都沒有感受到 好 來 我先自我介紹 我小組 曹操那個曹 不是我生 因為 我們台灣人 小組也不少 我叫曹季平 我 自年 因為這 可能跟家庭有關 自年 可能我們都拿錢去那裡 但是我沒有自我 我們是算自由牌 奔托牌 其實這是不重要 重要就是說 在台灣 不管你是哪 還是 利益 至少你要對台灣 要負責任 不是像他們這樣說 要把我們出賣掉 其實我們台灣到現在 庭尾又 無情無措 所以說 我們在研究這條 說起來是 替我們台灣 找生路 找生路 不然 一陣子就被控制 說要把我們通 這跟電腦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今天我們要說電腦 因為這麼多東西 在以前 在以前 這個 我們這個 網際網路 沒有那麼發達的時候 我們要取得資訊 很困難 像那時候 像 學生時代 我們都會看 動畫的雜誌 看一些動畫的話 一些傳單 現在不用了 現在電腦開的就看得到了 但是 也有很多人 也沒辦法 利用電腦去 我剛才說的這些事情 是怎麼 不一定是不好用 不然就是 不知道怎麼用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 你如果有那個概念以後 譬如說 你會好去利用這些資源的時候 那都不一樣 你的資訊很多 後面要跟我們的朋友 有時候我們的朋友 他們對我們 這個 政治 這是引導的事情 我們 生活好就好 其實政治就是 生活嘛 生活就是政治 有時候我們要跟公家的東西的時候 我們的理論基礎 都很差 其實有時候 我們就知道 但是不要表達 如果有這個 網路在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資源 不一定說 我們要說 但是我們 最少我們要說 你去哪裡看 還是說 我們有時候 自己去看一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 警告這些東西 我們可以 發表一些我們的論述 這個 有重要嗎 很重要 在現在的時候 在現在現代的時候 你如果不要去用這些網路組織的時候 可能 你要做什麼事情都很困難 我現在說的是 我們在說理念這部分 另外生活中的東西也一樣 一樣有這個情形 現在說不要用電腦 可能會很難走路 因為現在這麼多東西 都利用電腦可以做事情 譬如說 以前我們 要去的時候 掛好 不用 打網路上頭就好了 要買一個車票 也一樣都在網路上頭 所以說 要去使用這些 你就會贏人一步了 我現在想說 要了解一下 我們在座 有用過電腦的人 搶牙手 這樣不少 這幾個有差不多 60 60% 其實沒有牙手的 不是說你沒有用電腦 來 剛才沒有牙手的 你有手機來搶牙手 你也有用電腦 怎麼說呢 我們現在的手機 叫做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 不是手機 智慧型手機 智慧型手機是電腦 它是一隻 可以卡電腦的電腦 跟以前的手機 不一樣 以前手機拿起來就卡電腦 結果給你 聽一下音樂 聽音樂 看音樂 那不是最好的 那個手機的構造 的結構 跟現在的智慧型手機 是完全不一樣的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 就是一隻電腦 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卡電腦 所以說 如果 你在用智慧型手機的人 用比較新的 性能比較好的 這裡就沒什麼問題 如果說 像以前的智慧型手機 它裡面的那個中央處理器 那個CPU 它速度不夠快 再來就是 它的整個硬體結構 比現在的比較差 那如果 用那種手機的人 可能你有這個經驗 電話明明來 你用的上網沒有錯 電話明明來 但是你就要把它接 接不起來 接不起來 因為 你是一隻電腦 它很不容易 它在做多工 很多工作 同時在進行中 你如果說沒有結束 其他的工種 你要接電話 接不起來 我就沒辦法遇到 因為我的手機 我是算 應該算第二台 我跟現在 第四台 第五台 這手機就差很多 像這個智慧型手機 我們可以說 現在的智慧型手機 都叫做電腦 來 我 大家看我的手機 我的手機 我的摩托路 那炸機的 那如果說這隻 如果 叫它 說它是電話 那如果我是 它用我的病人 因為 我沒有鍵盤 我鍵盤你的腳 不是現在 我一樣可以觸控 但是我鍵盤 我這個 百分之百是電腦 你 誰可以說 我是手機 你的手機也一樣 現在很多都沒有做鍵盤 因為這個 太大隻 還比較重 還比較耗電 還算三個 我們用手機 不像年輕人 三個月半年 新的 就要換 現在電信公司 都用一些配套 一些這樣的方案 所以說 他們換了很快 我就換了很慢 換了很慢 不管怎麼樣 你拿 更新的手機 還是更久的手機 只要是智慧型手機 都是叫做電腦 這個關聯 希望大家可以知道 所以說 我們實在很偉大 每一個人辛苦 都帶一支電腦在那裡 這支電腦還不錯 很漂亮 工人又很強 它有一個功能 叫做卡電位 現在 我們就來講這個 智慧型手機 到底智慧型手機 跟我們家裡 用的電腦 或是筆記型電腦 或是我們 常常有人拿這支 7吋的 10吋的 這支很大支的 平板電腦 那如果是說 Apple Apple Apple叫做 iPad 那如果是 其他那些公司 他們另外有一些系統 那個叫做什麼 他們叫做平板電腦 叫做Tablet 那兩個是 不是一樣 是名字不一樣 有什麼樣 公靈 差不多 那他的 很強的系統 不一樣 說到很強的系統 可能大家 不夠清楚 那如果說 你如果有用電腦的人 你就知道說 我們家裡用的電腦是 用什麼系統 Windows 視窗系統 微軟的 Microsoft Windows 這是 最多人用的 電腦 這個系統 最多人用的 有的人 會去用到Apple Apple的系統 這個比例 差很多 所以 一般我們用一般 第一 用微軟的 視窗 系統的 我們這裡的朋友 差不多 佔 差不多 七成多 那如果是 用Apple的部分 大概兩成多 所以我們比例 差很多 大部分的人都用 微軟的這個Windows 電腦 有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觀念 可能大家要知道 這家電腦 裡面我們要 做一些軟體 這個電腦 叫做硬體 叫做硬體 我們用一個 比如說 我們那裡有 DVD的 播放器 DVD的 可以看 DVD的階段 那些階段 就像電腦 就是硬體 你現在要看什麼 那些東西 你把它放光碟片 進去 那個光碟片 就是軟體 電腦的 這個結構 就是像這樣 所以說 我們那些電腦 你不管買什麼 白的電腦 你的軟體 做什麼 它就可以做什麼 做什麼 程式 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電腦 它的光靈 多少呢 它說起來 應該是說 無限 你有什麼 程式 我們人 下程式 工程師 下程式 給他 他去走 他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所以應該說 無所不能 差不多是可以這樣說 電腦 有這個 它有這個結構 在裡 你不一樣的 公司 或是說不一樣的 系統 他們一樣 是 用這個 軟體 在控制 這個硬體 讓我們去使用 手機呢 自衛生手機 跟電腦 完全一樣 不一樣的 只不過 它很漂亮 這裡 電腦是用鍵盤 有一個螢幕 有一個鍵盤 有一個主機 不然 有的是說 我用三合一的 整個都道道電 那也是一隻很大隻的 手機就不一樣了 你的手機 你的螢幕 就是鍵盤 你的鍵盤就是螢幕 所以說 整隻電腦 就是在 這個 手機上面 都在上面 當然 它的結構 跟電腦 一樣 它一樣 也是要有一個 作業廢棟 走 作業廢棟 跟電腦一樣 電腦 現在有兩大類 手機也一樣 也有兩大類 其實沒有 還有像一些 黑莓基 他們的作業廢棟 不一樣 但是 現在 差不多五、六款 但是 最大 最多 最多人 在用的 也一樣 兩款 這種不是 微軟的 Microsoft的 這個Windows 不是喔 它是叫做 Android 就是 所謂的 安卓 這個作業廢棟 另外一個 就是 Apple OS 跟電腦一樣 它叫做 IOS 我們 一樣 這兩個系統 最多人在使用 所以說 在座 我們大家手機 你的手機 大概就是這兩款 如果說 除了這兩塊 這兩種的人 不是 用這兩款的人 可能 很少 在目標 我常常在 像這個場合 做一些調查 幾乎都是零 因為 每個人 都用這兩款 一個叫做 Android 一個叫做 iOS iOS 就是Apple 的系列 我們 常常 人家說 iPhone 一些iPhone 現在跟iPhone5 這樣 它都是 iOS 的系統 就是 它的組織系統 是iOS 另外 其他的 其他的 像Samsung Sony 或是有人說 HTC 像我這個Motorola 還有很多 那都是用Android 這個系統 兩個 就跟電腦一樣 就不一樣了 不一樣的 系統 它的功能 是不是一樣的 大同小異 因為我們現在 所有的 包括電腦 電腦 座位系統 視窗座位系統 還是我們的 智慧型手機 這個系統 已經 都是叫做 什麼呢 叫做圖形介面 所謂圖形介面 就是說 我們要用這個 東西的時候 要用這個 智慧型手機 還是用電腦的時候 你看到的螢幕 不像以前 早期的 早期的 電腦的時代 我們用那個 叫做DOS 叫做DOS 這個系統 DOS 開開 整個方面 歐的 剛才上面 一些白的 或是拆積的 都沒有圖案 太少了 現在不是 現在都用圖形導向 你看到 銅 你就知道 大概要做什麼 那些銅 一支電話 你就想說 這把插進去 一定可以打開 有一個 攝影機器 你把它插進去 這就是照相功能 所以說 這個人機介面 已經做得很友善 就對了 讓你看 你不用教 你就知道 這插進去應該是 什麼東西 如果不是 才說不是 打算 所以說 在這個 這個設計上面 已經做得很簡單 不管你的電腦 還是說 智慧型手機 都是朝著這方向走 以前我們用的 像Windows早期 你用的 Windows的 這個 98 95 以前的 還有3.0 那都是很久的事情 買了這個 跟Windows 7 Windows 7 到現在 Windows 8 Windows 8 甚至還有 8.1都出來了 你如果說 用這個 Windows的系統 用這個電腦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Windows 7 跟Windows 8 中間有一個 很不一樣的 一個 界線 在 實在 不一樣的 Windows 8 那個畫面看起來 好像看得出來了 上面都一塊一塊 不像以前的 Windows 7 Windows XP 2000 桌面開開 都一些小圖示 你要用什麼 你會點什麼 Windows 8 不是 這個畫面出來 就像一家 超大型的手機 一塊一塊 要給你觸控 這麼多Windows 8 都是用 應用觸控螢幕 Windows 7 也有 但是 Windows 8 有做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說 讓你的電腦看起來 好像 像這個 平板電腦 像這個手機 它就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但是這個改變 對一般的人來說 對用電腦的人 很少用智慧型手機的人 會覺得一個負擔 會覺得 用得很不習慣 所以說 他現在有再改變 8.1 他就改做 兩塊介面 可以算 8.0 其實也可以算 但是 8.1 直接出來就是 以前你看到的電腦 桌面的結構 一樣 會讓你說 怎麼會在我祝福 其實不是 電腦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我們的消費者 我們的使用者 需要什麼東西 他們就去改什麼東西 那算一個 很快很快的一個 市場訊息 很快的一個產品 跟其他的產品不一樣 其他的產品要改一個東西 那工程浩大 有說改毛 改什麼 但是軟體的東西 拍拍的就可以了 一顆就可以改過了 所以說電腦也是這樣 你如果在用的時候 有人覺得 有什麼問題 他們也不知道 所以說他們 不管是 微軟這樣 可以這樣說 兩三天 就一個修正的東西出來 所以說 我們電腦為什麼 透理說 要把你透用修正 你要去下載 它都自動的喔 要一直在改 所以說這個東西 說起來 跟一般的產品 不一樣 我們現在 又說回來的手機 手機跟電腦的特性 是完全一樣 所以說 你拿到手機的時候 有人說 我都不用用過電腦 我都看過 我們過家的朋友 我都不用用過電腦 其實你都有在用電腦 你用手機就是在用電腦 但是很划算的 你只拿這支手機 來卡電而已 像這樣 甚至都沒有在使用 所以說 你可以這樣說 拿這支電腦 只拿來卡電而已 那實在是很難的 不是說 你不會用 可能你不知道 還是沒有人跟你說 我們今天 要跟大家說 說清楚的 其實 你如果用 智慧型手機要上網 有人會想說 我上網要做什麼 要怎麼上網 有的人 比較了解 但沒有說 上網的費用會怕人 那卡電的一樣 其實 這部分 大家不一定 要去 對這個 會覺得很恐懼 其實我們用智慧型手機上網 不一定要開支 我們知道智慧型手機 上網的方式 我們可以這樣說 智慧型手機 第一個卡電的 第二個就是上網 金額都有費用的問題 卡電的一般 譬如說 你幫他扳約 這個月300塊 有六百五百 用比較多 都有一個固定的金額 他可以讓你 這個月可以卡 譬如說卡的五百分金 他來不用錢 超過再下去算 那是卡電的部分 你如果要上網的時候 他就跟你說 你要上網可以 你要給他申請 你如果沒有申請 也可以 只要啟用 你現在上網的時候 他就跑馬錶 譬如說 你上網的時候 有飼料的交換 你飼料的交換 那個量 他用那個量 來算錢 那叫做客人家一樣 跑馬錶 有這兩個費用 這個費用 這個費用來說 上網那邊的費用 那如果不說 大家會怕 那部分的費用 有時候你不知道 現在已經有改變了 不然以前那邊的費用 會超過卡電的費用 有可能那邊給你 你還要開 賬單出來幾十千塊 你現在卡電的只要開百塊而已 這是很嚴重的事情 但是現在已經有改決了 在還沒改決之前 這個上網的部分 我們這裡的電訊公司 中華電訊 不管你是哪一間 台灣大哥大 他們都自己分開 上網歸上網 卡電的 過卡電的 譬如說我卡電的部分 我一個月五百塊 上網的部分 如果要用跑錶 跑馬錶下去算 我很難控制 會怕怕 我們住在家 上網都不怕 因為吃到百塊 你沒有上網 也是那些錢 你一天二、四點 開的也是那些錢 電話也一樣 他也是這樣把它設計 譬如說 月的是這樣 一個月 卡電的 一個月五百塊 你上網的部分 這個月 現在最流行的 六、九、九 七百塊 加起來就有千二塊 你這支電話 你卡電話 一樣 五百塊的額度 但是你上網 不用怕 二、四點前 你把電話 沒電 一樣 也是七百塊 這就是上網的費用 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說我是怎麼 把那七百塊 來上網 有辦法不用錢嗎 有辦法不用錢 就是要看你的手機 我們現在的智慧型手機 大概大概分兩款 上網的部分 一種就是用3G 3G就是第三代 叫做Serve Generation 另外一個叫做Wi-Fi 叫做無線的上網 兩款 兩款上網的模式 都可以輸用 如果比較早期 有可能 只能用3G 沒辦法用Wi-Fi 早期的手機就是這樣 就是 不是用電腦 這個概念設計出來的手機 比較早期的 智慧型手機 都有Wi-Fi 都有Wi-Fi 如果不是智慧型手機 也可以上網 那時候 最早還有 叫做GPRS 還有2G 還有3G 現在還有4G 這些東西就是這樣 你如果上網的時候 我們這支手機 是用智慧型手機 我們不一定要用3G來上網 因為3G有牽涉到費用的問題 如果用Wi-Fi來上網 就沒有這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這個問題 到底Wi-Fi也是 上網也要有一個手機 可以連 我們早上都連去網路上 這支手機 我們都是三星人士提供的嗎 不是啦 其實有人拿我們入錢 譬如說我們住家 我們住家很多人 都會電腦幾個字 要上網 都會去做一個分享器 有一個分享器 分享器現在有很多樣 也有無線功能的分享器 意思就是說 他可以用上網的時候 不用那條線 用無線電 跟我們無線電話一樣 跟我們家裡的無線電話一樣 你不需要那條線 直接住家 我們家就能接他的信號 就能上網 我們家也一樣 我們用智慧型手機的人 等一下 你去看你的設定裡面 那個 上網的設定 裡面就看一個 我們家叫5F5樓 有一個信號 很大的信號 那就是我們家的Wi-Fi Wi-Fi是怎麼來 就是我們自己發信號 不是 剛才我說的那個3G 有電信公司 他住外面的電話那條那裡 沒距離多遠 就放一個發射機 我們跟他聯絡 電話也一樣 都利用外面的基地台 所謂的基地台 做一個資訊的傳輸 我們如果用Wi-Fi 不是利用外面的基地台 用我們家裡 這個 這個 無線的發射 這個 為什麼不用錢 因為我們已經入錢了 我們家裡的電腦在用 我們是用信號國家 用無線電 發射 給我們的手機器用 所以說 不管你用幾隻 都一樣 不用再多花錢 定義說 給我們感覺 定義說不用錢 這 目前就是這樣 所以說 你如果是用Wi-Fi 在上網的時候 是不用花錢的 你手機器只要是 這個 智慧型手機 大家都可以上網 只要你把它啟動就可以了 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們住在家裡沒有問題 可以上網 住在外面要怎樣 同樣也可以上網 如果住在台北市 台北市比較好一點 住人比較多 他們有做一個叫什麼 叫做台北Free 台北不用錢 台北免費 可能大家有印象 很多天啊 還要供發錢 怎麼說呢 他幫你中方 台北Free 看了就信號 但是沒辦法連上去 要唱上供發錢 那些東西是什麼 那就是台北市政府 他創的一個公用網路系統 叫做台北免費網路的服務 台北Free 那些信號在哪裡呢 台北市 到處都有 最好的是 住在大街上面 逛那裡有人距離比較遠 因為他都放在大街上面的 尼紅燈 不是尼紅燈 他的路燈上頭 這樣經常看 那路燈怎麼會這樣 有一個東西黑黑 還有兩支腳 那就是他們的Wi-Fi 我們就可以收的信號 不用錢 當然 所以說你在大車路裡面 都看得到 就用得到 都不用錢 但是有人像我們家裡 不是我們家裡 我們走去 譬如說去 喝一個咖啡 在家裡 外面那裡很紅 也收不到 要怎樣 但是 人也在上網 為什麼 因為那間店 他自己有一個發射機 讓大家用 讓我們這裡的顧客用 我來這裡自己買咖啡來喝 你也要稍微給我一個發射網 所以說 這麼多這些公司 這些不是公司 這些咖啡店 還是說 這些餐廳 印度 有創建的東西 讓我們大家去用 包括就是 柏朗咖啡 柏朗咖啡是不用錢的 這樣是完全 完全不用錢的 你連門也不用 開門 開門就看到 就能在上網了 後來就比較保守 你要用 他要 他要 看你有他消費嗎 你要問 他有一個帳號給你 一般 大部分 他會用說的給你 用說的 給你這個帳號 密碼 有的不是 有的直接就是說 你自己打 就是說 包括用肺炎 好 那也都不用錢 你只要 你會好用 這些主委 都用得到 包括像 麥當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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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當勞也有 麥當勞 那是跟中華電訊 做策略聯盟 他住那裡也能上網 上網也有密碼的問題 要怎麼來呢 因為我們家裡 用中華電訊的 我們就是他的客戶 所以說 你也延伸出去 外面你也可以用 所以外面 我們現在看到的餐廳 還是說這些素食店 以前很少 以前有這個服務的很少 現在差不多都有了 那也差不多都不用錢 再來 捷運車站 捷運車站 那都在地下 那也可以上網 要用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剛才說 台北Free 台北Free 因為那是 跟我們市政府 優冠的一個建設 台北Free 台北車流呢 幫救車流呢 這不是喔 這不是台北七貫的喔 那叫做台灣貫的 其實我們台灣都 不說多大 為什麼要分啊 那麼油 開始也是這樣 載這個WiFi也一樣 給你分開 離開台北市 有公用網路可以用嗎 也是有 那不是台北Free 它叫做什麼 叫做愛台灣 愛台灣 愛台灣 所以說 離開台北市 包括這裡 這裡是不可能啦 因為這 荒郊野外 還有 我們這都很孤人圓 也不可能 到外面給你採集 給你收 人之餘 想辦法 但是 離開台北市 一些都會區 還是說 公用的建設 包括 便宜 醫院 一些像什麼 桃園縣立醫院 什麼醫院 這裡的一些公共場所 都差不多有這個東西 還有風景區 還有台灣 如果台北市 都是叫做台北Free 都不用錢 可以先穿 所以說 我們的手機 你如果想說 走到哪裡都會通 我們這裡的帳號 都把它穿起來 穿起來 我們手機很聰明 他們都會自動紀錄 他們都對你的電話號碼照 對你的SIM卡下去照 所以說 你去那裡 我現在離開 用北京的 還回來的時候 還要重新去尋找火 不用 他們都自動 去找到一個 可以上網的地方 信號 把你黏起來 這就是 我們剛外面 剛外面 要上網的時候 也要用這個辦法 像 另外一個東西 可能大家也要去自己用 包括像便衣商店 全家 全家也有 Seven也有 我們看他們 Seven的門口 都有免費上網 其實那都有 都可以用 只不過特工 他們用的辦法 是不一樣 有的 是說 裡面有這隻雞器 你自己去 操作 跟咖哩肥丸 他就 可以讓你 選擇說 一些服務 廟話要上網 他就 一些上網的帳號密碼 就 印一堂端出來 讓你用 你就要去那裡用 這都可以 我們現在說 這個 我們如果是 沒有這個3G 我們的手機 沒有給負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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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的時候 那個費用怎麼算 我剛才說過了 很多包圍 一個月多少 一個月兩百九十九 但是 他給你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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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負荷 就是那個錢 負荷的時候 再給你加錢 好 抱歉 所以說 我們費用的問題 他很小心 我們在外面 家裡是用3G 用3G 在上網 我們有 把它搶 有一個 合約在的 不然我們盡量 它用Wi-Fi 手機本身也是這樣 他如果說 我們在外面 只要打開網路 我們要使用的時候 他也自動去選擇 Wi-Fi最優先 不然Wi-Fi的時候 我們連3G 這個就是 我們目前 大概 所有的智慧型手機 都是用這個模式 來使用 我現在 要說 萬一 這個地方 沒有Wi-Fi 你沒辦法收到 一定要用3G的時候 要怎樣 你又沒有 沒有清費用的時候 那 那個時候 你就盡量 可以減低它的使用量 有人說 我就來到這個地方 找一個 找一間 朋友 他們家 說我要去某一個公司 有足跡 不會去 我們所有的智慧型手機 都有導航的功能 就像一個衛星導航 你足跡跑去 它就 報你怎麼走 這個時候 你才有需要用 我們這個時候才會用 或是說 我們現在 上頭 譬如說我們有去上頭 去買帳票 什麼 我們要確認一下 他說去 以前我們去掛浩 掛幾浩 他現在看得到 有時候 我們必須看的時候 我們自己去使用 除此之外 盡量不要去使用 不然你如果 沒有經過這個 綁約 綁這個費率的時候 那個費用很怕人 我說一個 以前的事情 現在已經 我們這個NCC NCC 大家知道 我們叫做國家通訊 委員會 有的叫做藍CC 大家都對這個NCC很感冒 但是 我們今天 我們也要跟他們 烏烈一下 他有做全部的事情 就是費用的事情 我第一邊去使用 這個 智慧型手機 有用這個上網 上網這個功能的時候 我一個月是699 上網費用 一開始的時候 那個帳單來的時候 看一個什麼分度 那帳單 上面跟他說 通話費多多 往外費用 往內費用多多 還有一個叫上網的傳輸費 上面多少呢 五位數啦 三萬多塊 三萬多塊 看來怕要分度 但是 偷偷他就沒有了 為什麼 下面還有一個負三萬多 沖掉就對了 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你是用699的 所以我幫你支付699而已 但是你如果沒有這樣 用的時候 以我輸用的量 我二十四點前幾個開了 不然就在網路上頭 譬如說 我們不一定說 在上面做什麼 去做 去看東西 去流氧器 但是我只要是開著 沒金 他就有這個流量的問題 意思 他就要跟我說 我如果是沒有用這個方案 699 你今天 你要六三萬幾塊 意思就是說 你把他用很多 他給你很大的福利 你只有七百塊就夠了 699 這個 這個我們看到 當然電信公司是給他提醒 說 你用了不少 但是你 並不難負責 那如果是 換作 另外一個 情形 你不穿的時候 是不是要六四 還是要六四 所以有人 早期的時候 有人就 跟電信公司 在修了 這個費用的問題 接下來這個問題 越來越大 所以說 那個NCC 對這些業者 他們就做一個 有做一個 溝通 有一個 結論出來 就是說 不管你用多多 它有一個上限 譬如說上限 譬如說 我們一般是 你吃到百是 七百塊 你不像吃到百的 最多 你會不會收多多 現在是 每一間都 有一點出入 都請多 所以說 你怎麼 你都沒有去請 你會用 你的通訊費 可能要請多 連電話 可能要超過兩千 現在目前 對 我們有保障 但是這樣 還不夠 我們自己要 生理 有人 在修用這 的時候 修用網路的時候 我們就要知道 這個事情 不然有人 你會吃 很大的貨 這是 如果 住在國外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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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知道 我們手機 拿去國外的時候 他都自動 會給你轉換 譬如說 我們這邊是 台灣大哥大的 你拿到日本去 日本 每一個地方 你說住在本州 或住在北海道 不一定同一間公司 因為台灣大哥大 會跟那邊的 對方的電話公司 他們有合約 我兩邊 你們的人來我這裡 也會用我的信號 我的人去那裡 也會用我的信號 所以說 他們有一個 叫做所謂的 策略聯盟 所以說 他有合約這些公司 他費用會比較低 我們卡電的時候 就會比較低 如果不是的時候 會費用就比較高 這個部分是卡電的部分 卡電的話 我們不會卡久 我們卡庫水電的話 我們幾個卡 兩分鐘 三分鐘 膏帶好洗 就快掛掉了 但是上網不一樣 你如果手機 可以上網 還有3G的功能 你去國外 國外把它撿掉 那夠時 你看那費用 這是你就 發天天的原因 這是你怎麼打 怎麼說呢 這沒有那個 一個上限的問題 一樣 照收 而且收的是 國際電話的費用 所以 這很嚴重的事情 這麼多人 都遇到這個問題 就 不要去那邊 不要去把 停止這部分的功能 所以說 延伸出來很多問題 你要找電話公司 他不認帳 怎麼說 對方要收 不是說他這裡 自己我們國內的問題 所以說 這個部分 都要注意 要怎麼注意呢 很簡單 我們的智慧型手機 都有一個功能 叫做 飛航模式 飛航模式 它還不行 你說你要完全關掉它 電源 把它撿掉 現在要修法 因為現在美國人那邊 證實說 這部分的問題 不會去應用到飛航機的安全 所以說 你現在可以用飛行模式 對 飛航模式 我們一樣 去那些外國 我們手機也可以 設定成 飛航模式 飛航模式的情況之下 電話不卡 不然就上網 這是最簡單的辦法 但是 你如果要上網 要怎麼樣 沒關係 我們大的飯店 還是說風景區 中國 我都不知道 中國 我剛才剛才說 比較大的政府的風景區 什麼 有 他們的展示室 有那個WiFi 可以用 在日本 差不多都有 差不多都有 包括他們便利商店 跟我們一樣 也不用錢 像這個 所以我們就要利用 它這個WiFi WiFi上網的功能 3G 不要去用它 我們不可能 住外國 有一支電話號碼 有請一支電話號碼 在那裡 所以說 沒有那個優惠的問題 所以說 如果上網會很貴 我們住外國的時候 我們就用這些功能 把它盡掉 回去 我們的飯店 還是跟風景區 像一些遊客中心 就有WiFi 可以用 我們用WiFi 就好了 這樣行的 很多錢 另外 人家說 國外 媽祖金門 是不是 國外 對 算他們那國的 不管怎麼樣 但是 我們的 電訊月子 媽祖金門 也是算國來的 但是很不幸 我 有一輩子我去媽祖 在我這個 塞兵這邊的海岸 我也沒有注意 平常我們都出現 比如說你中華電信 你台灣大哥大 你遠傳 但是那時候不一樣 那時候出現一個 中國移動 那是中國的基地台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的信號很強 你在哪裡用手機 我們自己的信號 再收不 去收到對面的 這樣算什麼 算國際電話 算漫遊 算漫遊 像這個情形 我們也要注意 當然 我們有去 像金門媽祖 怎麼有這個情況 但是也要生理 有時候 沒有休息的時候 也一樣去收到 不是我們要用的基地台 那費用就很怕人 就很怕人 這部分 可能都要注意 好 我們現在說到這裡 我們剛才說手機 它的結構的問題 跟電腦是不是 什麼 不一樣 再來說這些 你怎麼去上網 現在我們要說一些 三個東西 我們在用手機的安全性 還要用這個 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不是只卡電話而已 還可以做什麼事情 要說一部分 很多人都知道 我們可以用手機 也可以卡電話 但是不是用 我們把它称的電話 功能卡電話 用一些電腦上頭的通訊軟體 通訊軟體 早期的時候 大概都差不多 用 Skype 用這個東西 開電腦的時候 也是 用Yahoo Messenger 還是說 微軟的MSN 中國叫做QQ 都用這些軟體 手機一樣 手機一樣 有這些東西可以用 現在的手機 差不多 拿智慧型手機的人 有一半以上的人 都有用一個軟體 那個軟體叫做LINE LINE LINE 我先問一下 有用到LINE的人 請他手 果真 超過一半 為什麼要用這個LINE 為什麼要用這個LINE 通訊程式 也是朋友給你介紹的 用這個不用錢 卡電話 不用錢 不管你卡國外 國來都不用錢 它有一個條件 就是說 你要卡到對方 對方也要有這個軟體 要有這支手機 裡面有這個軟體 才可以用 或是說 他有一支手機 有這個軟體 他的電腦裡面 也有這個軟體 你也可以卡到他的電腦 這都不用錢 所以說 我相信大家 是因為這樣 才會去用LINE 有時候被我們 逼上來的 朋友都有用 你說你怎麼沒有用 有時候要做聯絡 要做什麼時候 很不方便 雖然說 我們這裡有一半的人 已經有這個帳號 但是我想 有的人還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麼去用 大家我來介紹一下 LINE這個東西 我們首先來說 LINE這個程式 是三人設計 是日本的一間公司 日本的通訊公司 也許算他的社會party 電腦的程式設計的公司 他跟這個手機 跟這個通訊 他做一個結合 他設計這個LINE 這個程式出來 讓大家去用 讓這些手機要輸用才會用 所以說 你要清這個LINE這個帳號 一定要用手機去清 他是倫理的手機要給貨 做認證 所以說 一定要有這個帳號 所以 你如果有自衛生手機 你就可以去清一下帳號 不用錢 陌生 陌生 台灣 我們剛才說 有一半的人 我們現場有一半的人 在用 陌生 陌生 有多少人去 申請這個帳號 我們不要說多少人申請 去申請帳號 有請到的 有幾個有多少人 兩千萬 台灣兩千四百萬 台灣有這個LINE的帳號的人 兩千萬 不是說 這樣四百萬沒有請而已 不是啦 不是四百萬 有一個人請兩個 個人當然我們可以請一個 因為手機 他認手機 除非你有兩個門號 但是 我們上面有一些 叫做社團 粉絲團 尤其一些公眾人物 或是像我們的團體 我們就去清一個社團 像我 我也是一樣 電腦五四三 電腦五四三 我剛才沒說到 那是一個電腦的節目 歷史好平 我是電腦五四三的主持人 我也有從一個粉絲團 也有從一個社團 從那個有什麼好處呢 譬如說 因為我主持節目的時候 我沒有開放Coin 人如果有問題的卡丁 你來 你來幫我問 但是我的時間 我不是代狀的 因為我們還要做 工作 還要賺錢 所以我們做公演的部分 也是一天而已 一個四段 除了這些十段以外 人要怎麼聯絡 或是說有什麼問題 要跟他問的時候 要利用什麼管道 現在Email 現在已經 很多人沒寫了 整個 就是用這個社團 用這個社團 下去 去做一個溝通的平台 所以說 為什麼 兩千四百萬人 有兩千的帳號 就先來 唯有社團 唯有粉絲團 唯有自己在用的 所以說 他的帳號很多 甚至有一些 少年媽媽 少年爸爸 現在那個 男人都差不多 剛才雞群那樣的 那都是電腦族 那如果說 他沒有來 沒有利用電腦 那是不可能的事 百元支九十九 可以這樣說 在那個情形機 還沒有出生的嬰兒 他已經拿他太好了 當他出生那一天 他就把他寫了 他把他寫一個帳號 要做什麼呢 因為 他可以住在上面 可以記錄一些東西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我們等一下再說 就叫FB Facebook 臉書 同樣有這個情形 我們現在先說Line 有這個Line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人 有這個Line的時候 電信公司最怕就是要怕這點 因為大家如果 如果借用這個通訊軟體 公圈 他電腦趕快 他要把他打電腦請 他就能把他 請到這個 上網的費用而已 電腦現在 說實在 像我的電話費 現在已經看得太多了 我都用Line去用 所以那個部分就省起來了 而且沒有那個登堂的 當然我們台灣也沒有登堂電話的事情 沒有國際電話的這個問題 美國腳日本同樣 用LINE都是用不用錢的 而且LINE還有一個工人 最新的你如果去更新 現在最新的LINE是有這個影像的功能 例如說你能拿工人看到人 畫面螢幕上看到人 影像電話 一般的電話是不可能 當然有這個影像電話 但是那不是我們在用的 一般有的公司會去增加的東西 我們個人現在每個手機 你如果有用LINE的影像功能 你如果有更新 你能拿工人看到人 尤其有時候我們出國的時候 還可以讓你看那邊的風景 都可以用到 所以說為什麼要買人 就是因為這些工人 不但這樣 像LINE這個東西 如果讓你工人看這個影像 還可以讓你做像以前的BB Call 以前的BB Call 就是說 他沒有在他線上 我腳去他沒有接 沒有接要怎樣 我可以用寫你的 寫一個簡訊 簡訊不像一般的簡訊 說一通要多少錢 還要寫這個幾例 我們沒關係 你要寫他一千例 也一樣 也不用錢 我們那個信息 寫給他 還是說你看到一個好的東西 這個文章 你就可以用大的 寫給他 匠皮也可以寫 再來 聲音也可以寫 有人說 我就不要用那個觸控螢幕 沒關係 你用講的 講講的 可以錄音 直接到LINE上 可以錄 錄音 直接傳下去 待會兒 如果找到一個地方 他電腦有開開 或是說他的手機有開開 就看到了 可以聽到你說話 你交代的事情 他都聽得到 要看得到 你有什麼訊息 用誰的 都看得到 這就是他 我們就很賣人 再來 因為我們這個東西 是日本人設計 所以說他專求 專求目前 他的使用者 在八月份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 剛才簽約 今天簽約 有一個年會 那時候他宣布 破兩億 全球使用者破兩億 都差不多在東方 在亞洲這邊 歐洲 義大利那邊有 美洲 像台南 美國這邊 南美洲還有幾個國家 還有不少人在使用 但是美洲 北美洲這部分 會算他的沙漠 所以說 他們的重點 現在要瞄準北美洲 以他的功能來講 我們這些東西 以後會超越Skype 會超過其他的通訊軟體 這個公司 為什麼可以搶免費 打電話免費 看電話免費 看電話免費 都免費 他要賺什麼 他如果是跟一個 量的時候 他如果衝到 現在兩億已經是賺四億了 工工就好了 工工那部分就好了 將來 如果是說 像Skype 超過十億的時候 那時候 他的法序的建黨 比美國總統還要有影響力 他可以利用 通訊軟體 上面的廣告的介面 還有一些公司 也會去利用 他的功能 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這些廣告收益 那些是 他的修理可能比一個國家的 國家預算還要大 我們如果用LINE 可能 我們就會發現 現在很多 很多時候 有一些公司都會傳 這個 他們的 叫做 LINE的帳號 LINE的一個 我們怎麼說 他上面有一個 叫做 公司 公司用的 LINE的一個帳號 譬如說 我也有想到 像 保安公司 還沒找 他說一些 餐廳 他自己有一個 有一個LINE的帳號 他就自動給你傳 他就怎麼樣 那就是 他的廣告 他廣告的一種做法 以前的廣告是 傳一個東西 給你看 現在不是 現在直接 他的公司就加入你 把你當作朋友 隨時 可以跟他聯繫 包括你 像訂餐 好啦 還是什麼 他的活動 他都隨時 跟你做互動 那跟廣告又不一樣 他說 他的商機 實在是 無限 商機無限 所以說 LINE的東西 有辦法 我相信 不用多久 差不多一兩年 美國那邊 人家打開 差不多 可以這樣說 如果有手機的人 差不多百分之百 要去用這個東西 至於他會用另外什麼型態 他還會發展出什麼型態 我們就無法估計了 這就是 目前我們在用自衛型手機的人 大概用這個LINE的人 很多人 現在還說 剛才 我有提到的 這個叫做 Facebook 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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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 是什麼東西 我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來 我再來 統計一下 有FB的人 請給我手 比LINE比較少 比較少 好像是這樣 其實FB 比LINE 它的實用性 當然LINE 是 很方便 不管你會不會 的人 放下去 你就會去使用 FB 比較不一樣 FB是 以前我們經常說 我們有做一個個人網站 個人的部落格 FB什麼東西 這兩款都不是 跟它無關 但是 它的功能 B 剛才我說的 部落格 網站也好 更強 怎麼說 因為部落格 一般像我們部落格 還是我們的網站 那都是 差不多都很被動 很被動 意思是說 你把社群的那裡 他就 住那裡而已 除非說 我們的朋友 走進來 來看 不然 有可能 你的部落格 你的網站 點閱率很低很低 不是說 每天 都有人去看 有可能 你這樣 一個部落格做好 一年 不要說一年 如果一個月 小貓 兩三隻 十多的人 去你看 這樣看 也有夠雙心 這樣我做這個 要做什麼 放在上面 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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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什麼 再幾個人去看 一天平均找起來 沒有一個 所以說 有人做了會爛 而且也不知道要放什麼 說實在 要穿起來 對流行的 但是 FB 就不一樣 Facebook 不一樣 Facebook 也是一個 平台 我們叫做 社交的平台 每一個人 你如果去 請這個FB 的時候 Facebook 上面 他的做法 跟剛才說的 都不一樣 基本上 他就好像一個 個人的報告欄 這個報告欄 他在打什麼 就好像 現在我們的報告人 也放在一個 我們的市中心 你的東西 有時候 你可以搭你的照片 你去搭 七圖 把它搭搭 你搭 有人很喜歡搭 搭得很好的 畫面 他也搭 或是說 我要找什麼東西 我想說 最近要換手機 看有人那些二手的 有些年輕人用 衣服的 看有那種 你也要搭 就像一個報告欄 可以這樣說 這是比較廣義的說法 其實FB Facebook 是怎樣 個人跟個人之間的聯繫 首先 大部分都是朋友 一些朋友 他的Facebook 大家都互相 加入朋友 這個訊息 是立即的 你要搭一個東西 他立刻可以看到 只要他上去 上去自己的Facebook 不要到你那邊 他可以看到 看到一些訊息 你才能夾出 所以說這個影響的面 還有這個傳播的速度 很怕人 再來就是 我剛才說的 年輕人 現在年輕的父母親 孩子出事 他就把他穿一個FB 要紀錄什麼呢 他的成長過程 上樓好像沒有什麼秘密 其實現在的社會是這樣 FB 那是網路的東西 跟現實的東西 其實是兩個世界 但是這兩個世界差不多已經重疊 都重疊 不像以前 部落格 因為他的點閱率的問題 你互動的機會也不大 Facebook 這個臉書 就不一樣 他們這個互動 互動來說 就非常不便 有時候 我們可以說 這變主動 不是被動 你出去的時候 你大出去的時候 你的訊息的傳播 就跑到對方的FB上面 只要你們是朋友 甚至於 還要把他設定 麻糬 可以自由 他可以分很多類 你如果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那個又不一樣 可以互動 可以說 完全可以做 完全的互動 包括你還可以到對方的板去貼東西 或者 有一個地方 我們不一定要給外人看 我們是一個group 像這種都可以做 我剛才說的社團 我們可以對台灣這個論述 像 我們這個組織 我們也有FB在 相信 很多人都有去看 我們的FB上面 也不只要 有人會買那種雙包 三包也不可能 這就是FB 它有很大很大的傳播能力 還有影響的能力 所以說 現在 差不多 如果用到FB的人 你如果開始有在自己用 一段時間以後 這個FB好像你的生命 FB常常有人會出貨 沒辦法去跟他們按讚 沒辦法去 那會抓狂 那會抓狂 那有時候說 電腦在那裡 你FB 你去以後 沒辦法去跟他們聯繫的時候 真的會抓狂 前幾天就這樣 FB 主機出問題 上電視 要上電視 這個新聞要上電視 當然有很嚴苛的條件 但是 這個有辦法上電視 那也一樣 最近 因為這個東西 蘇永良越多 問題也 一些問題都會走出來 這些 都是 變成社會新聞 就是說 看多大的影響力 這麼多 像 我們看一些新聞 裡面 包括 一些 什麼案件 都會去報道說 哇 這個嫌犯的FB 有什麼反應 包括 蕭敬騰 對 被打什麼時候 大家都走到 FB上頭 包括 記者也去上頭 去探索 看有什麼 外面看不到的東西 所以 很多人 都 利用FB 把自己的心情 把自己的狀況 都可以跟 打上頭 做一個 分享 FB 上頭 有一個 打卡 打卡的功能 打卡的功能 就是 你去那裡 你可以 打那裡 問你的位置 因為我們手機都有定位 包括你 上網 都有定位 所以說 你去那裡 打卡的功能 你要把它插下去的時候 它自己 手機知道你自己 目前的位置在哪裡 我現在在那裡 在那裡 南坎 我打卡的時候 它自動把它插下去 這個地方 所以很多人 都會去打卡 這個打卡的功能 是不錯 但是 其實 你如果是 有時候 我們不必要去曝露 我們的心臟的時候 這個打卡 就不要隨便使用 手機也一樣 手機上面 有這個 像 包括Google Plus 有一個追蹤的功能 現在很多 夫妻 有時候 老公 不會用 老婆 會用 老婆 都會 大家都會 休假 偷偷幫他設定 老公 跑到哪裡 都知道 這個 Google Plus 裡面 很恐怖 已經沒有什麼秘密了 所以說 這個科技 帶給我們 很多方便 也是 帶給我們 很多 自己要 小心的地方 包括什麼 包括安全 還有 包括我們的個人隱私 安全這部分 手機一樣 跟電腦一樣 都一樣 有安全的問題 包括 中毒 包括 冒用 什麼 包括 進行 有說 小額付款 最好 沒有 有時候 人家攔截 你的簡訊 利用你的門號 去買東西 像這些安全的問題 我們自己都要注意 要怎麼注意 要怎麼注意呢 其實手機上面 一樣 跟電腦一樣 電腦是 做一些叫做程式 叫做 application program 做這些東西 走 手機也一樣 我們經常看到外面 說 這間公司 或這個店 它有一個 app app 這就有程式 application的縮寫 這個app就是 你的手機有可能 曝露你的安全問題 所以說 要增加app 要刪失 不要亂賺 你手機本身的 它的功能 不是說它的功能 它的 這個主管有限 它的記憶體 還是說 它的儲存空間 不像電腦那裡大 電腦動不動 都 500G 一T 那個容量那麼大 我們在算起來 都很少 幾乎 給你差不多 16G 32G 這樣而已 人家 那個算清 所以說 我們的容量也不夠 也不需要去做那麼多東西 對我們的手機 我們有做這個 了解的時候 安全 我們就有辦法得到保障 好 今天的時間 過得有夠快 這 一小時有人說 沒辦法 不夠的地方 後來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 好 我們今天就跟這裡 再見 各位同心請客 謝謝 謝謝